现在打鱼的人越少了 打鱼实在太辛苦了 以前像我们这个村庄浮一般就有二十七八户 现在只有剩了七八户了 年轻人吃不住这苦 老一辈的有的人就退休了 现在就剩了中间这一段还剩了几屋人家打鱼 所以说以后要吃这野生还越来越难了 趁我现在还年轻的时候就多达两年雨 可以让大家多吃点这美味的野生还雨